元宵节快到了,今天我们用红包做一个漂亮的灯笼,首先准备五个红包,把有字的一面放下面,两边进行对折,打开,这两边同样方式对折,打开,有字的一面放上面,点两边中间折横点连线对折,打开,其他三个角同样方式折。 这样就折好一个,同样方式折五个,沿折横把两边角对到一起,用定书机沿折横定到一起,其他几个角同样方式定到一起, 最后这个线不定,全部整理一下,成这样,任意找一点卡纸,对折再对折,用剪刀在中间钻个孔,把毛线穿过去,打上截, 把卡纸这样放到中间,定上,翻过来,下面脚也同样方式定上, 成这样,留一个线不定,再拿一个红包,把有字的一面剪下来,用剪刀剪成细长条,成这样,翻过来,贴上双面胶, 拿一根绳子先打个结,这样一直卷到头,成这样,在上面穿上点印卡纸,调整好长度,塞进去,两边钉上,成这样, 把每个角都这样剪开,上面留点距离,两边各取一层,两边这样交叉到一起,用定书机定上,其他几个角都同样方式折, 成这样,下面也同样方式折,这样一个漂亮的灯笼就折好了,记得点赞关注哦!